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要來教一下 二元一次方程式使用在幾何上面的方式 所謂幾何就是圖形的問題 圖形的問題上面最常出現的一個情況就是這一句 所以把它抄在你們的筆記本上面 什麼時候會出現方程式 就是也可以這樣說的時候就會有一條方程式 甚至也可以這樣說的時候 它可以把兩個位之數的方程式換成一個 或者是把三個位之數的關係換成是兩個位之數的方程式 比如說我們前面有教過這個 學生分帳篷七人住一頂有一人沒得住 所以帳篷如果說帳篷是X頂 學生有幾人? 學生有7X加1 那學生的人數也可以說 八人住一頂的話 只有一間帳篷只住兩人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 學生的人數也可以說是 X少一頂 每間住八人 那最後那一頂其實是住兩人的 這樣子吧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學生的人數 所以這樣就是一條方程式 所以你看我們把原本兩條方程式換成是一條方程式 關鍵就在於也可以這樣說這個是等號的來源 有的時候不見得一定是二元換一元 但是就是說 當你發現一個東西它可以這樣說 也可以 可以這樣子算算算算到它是多少 也可以那樣子算算算算到它是多少的時候 那這兩個算法的多項式就會相等 就會有一條方程式 那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 就是 早年在自由數學之類的 也會出現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這個問題裡面 請把X跟Y解出來 那這裡面 這一些都是直角 你看到的角都是直角 可以嗎 那 要把X跟Y解出來 怎麼解呢 它是這樣子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大的長方形 整個虛線延伸出來 把這個長方形畫出來 那你會發現呢 因為它都轉直角的 所以理論上呢 它的這個長方形的長 是 二分之Y 還有 Y-1 還有 二分之三Y 合在一起 對不對 那它同時也是什麼 3X-5 這就是我們說的 也可以這樣說 它的長也可以說是3X-5 也可以說是 這三個加在一起 所以你就會有一條方程式 3X-5 會等於 這三個加一加 幾個X啊 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三個 二分之四個 兩個 加一個 所以是 3Y-1 可以嗎 這樣就一條 另外一條咧 來看這個嘛 來看它的 我們剛剛是看長 這個是寬 它的寬可以說是 2X加3 也可以說是什麼 加要怎麼 怎麼算 這個 對過來這裡 那它就是說 這一段是Y的意思 這個是Y 所以它如果對過來 這一段是Y 這一段是Y 這一段也是Y 那怎麼辦 整條是多少 整條是這一段 和這一段 扣掉疊住的 被算了兩次 對不對 這一條 然後這一條 這樣中間是被算兩次 所以扣掉這一個 所以它的寬可以說是 Y加Y-2 2Y-2 連力球界 可以嗎 這裡有兩題 這個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這個 這個角是Y-2 這個角是X加3 這個角是2X 那 球ABC 然後這個ABC 三角形ABC 如果它面積40的話 起碼它做長生就不少 想一想 趙官麗麗軒 在起題目的時候 我們來前聊一下 這個我們上一次 有介紹到說 蛀牙其實是你 口腔裡面有細菌 那細菌本來就被你的這個 因為你會漱口 會把它沖掉 那加上你自己的口水 或你身體免疫細胞 對它有抑制 所以它本來不會發作 那但是如果你口腔清潔不完全的話 會造成這個細菌很適合繁殖的環境 或者你熬夜 所以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那都會導致這個蛀牙變嚴重 蛀牙的時候呢 一開始它去住你的這個髮狼子 去住髮狼子的時候 你其實是沒有感覺的 那接下來住進去 住到象牙齒的時候呢 就是第二階段 你喝冷水的時候會痛 那不喝冷水的時候不會痛 所以這個時候呢很多人都還覺得就是 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樣已經很嚴重了 尤其它住進象牙齒的時候 象牙齒比髮狼子軟 所以它可能在象牙齒裡面 越住越多 那這樣子的話呢 有某一天喔 突然因為這個 你看這樣子它上面這些髮狼子 其實就沒有支撐嘛 所以突然有一天上面這裡就會 紅掉 你就會跑出一個很大的蛀牙洞 所以其實蛀牙不是突然蛀的 那是你之前沒有發現它已經蛀進去 那到這樣子都還不見得馬上就會痛 所以如果你的蛀牙 你發現有蛀牙 或你喝冷水會痛 可是你覺得它沒有自己痛起來 那你就應該去給醫生看 如果蛀到什麼樣子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痛呢 就是我們這個牙齒呢 它其實裡面有神經 接到我們的這個下顎裡面 那整個牙齒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在保護這個神經 那它本身是用途 那當你蛀牙蛀到 侵蝕到神經的時候 就會進入就是你沒事它就在痛 而且通常就會很痛 你沒事它就在痛的這個階段 那到這個階段呢就要那個 俗稱的抽神經 做根管治療 那那個時候醫生就必須把你這裡的神經全部殺死 殺死了之後呢 塞別的東西進去把它填滿 那這個就很痛 因為很多小朋友 就是在國中高中的時候都不知道口腔清潔很重要 或者誤以為自己已經很認真在刷牙了 那到了我們這個年紀 就是有熊老師大概30歲左右 到我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就會發現 其實刷得還不夠 現在有熊老師就變得非常的重視口腔清潔 那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你就會發現 你以前都不知道 但是它其實默默在住 默默在住的話 你發現的時候就要做根管治療 根管治療呢 假如裡面它有住到神經 它可能會在這裡有化膿 它為了要殺掉這些神經 它必須要鑽 鑽開一個洞頭藥下去 在鑽的那個過程中就非常的痛 因為它已經化膿了 然後會去擠壓到神經 就算麻醉還是非常的痛 所以大家最好要重視口腔清潔 那 口腔清潔最重要的就是 蛀牙齁 它就是你食物殘渣留在牙齒上 這個是對於 對於這個 細菌來說是最好的 最好的東西 所以 口腔清潔最主要就是 吃完東西要刷牙 所以很多人它有習慣 它是早上刷牙 因為這樣口氣會比較好 其實這個 這樣子做不太合理 因為你一刷完牙就吃早餐嘛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 當然有種是並沒有好 至少你把 昨天一整天的細菌 透過刷牙先清掉一遍了 但是其實你應該要做的是 這個 三餐刷牙或者睡前刷牙齁 那會比 只是早上刷牙好 對 就是吃完東西就刷 這樣是最好的 那包括漱口 目前有一些研究顯示 其實漱口用漱口水 就是會有殺菌效果的漱口水 用漱口水漱口的 這個殺菌的效果 比刷牙好很多 那不是說不要刷 而是說你應該刷完了之後 用漱口水漱口 對 這樣子會比較好 然後就是 每半年可以去檢查一次 那個醫生會幫你清掉 所謂的牙結束 就是 那個 你的牙齒可能因為你 留下殘渣 導致它酸死或礦鈣化 那鈣化了之後的這個 法郎質會變得比較脆弱 應該說流失鈣 它鈣會結在旁邊 那 鈣結在旁邊 這樣子對 這個周圍的組織 比如說這個 牙齦也不好 那 醫生會幫你把它清掉 然後有洞 他會幫你把它補起來 所以最好是定期就要去看牙齒 不要怕看牙齒 然後要認真刷牙 刷牙的關鍵 很多小朋友不知道刷 怎麼刷 就是一直刷 刷牙的關鍵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要去擦拭你的每一顆牙齒 所以你每一顆牙齒在刷的時候 就是 正面刷 側面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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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用刷的大力 不是越大力越好 因為其實法郎質也是會磨壞的 所以 刷牙的時候力度剛好就好了 但是要刷的夠久 有一個說法是 如果沒有刷超過兩分鐘的話 其實效果是不夠好的 等腰上有形ABC如左 那這一題他在告訴你什麼 他要跟你說 這個等腰 我題目畫這樣子 就是說我沒有要特別說哪一個角一定跟誰一樣 所以這一題其實會有兩種解法 有一個情形等腰的是這兩個角 那你等腰的這個部分就是 2X會等於X加3 等腰的話底角相同 那另外一條方程式是什麼 因為他是三角形 所以三個內角合是180 這個我國小應該就學過 雖然國中還會再教 2X加X加3加Y-2 這樣是 3X加Y加1等於180 連力求結 這是一種 另外一個是你假設如果今天等腰的是這兩個 那你就會得到X加3等於Y-2 下面這也是一樣的 那其實還有第三個 等腰的如果是這兩個 Y-2等於2X 所以這一題呢 所以這一題呢 其實當他沒有特別跟你講等腰是哪兩個角等腰的話 你應該要分開來算喔 提醒一下 大家看這一題 ABC他說面積如左球周長 ABC如左面積40 面積40 因為他給了一個高 換句話說 5XX加Y加1 等於40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X加Y 除以2 等於40 那這樣子的話 X加Y加1 其實應該是 多少 16 所以 他說求周長 那怎麼辦 我這樣只有得到這一條啊 他就要我求周長 那這個就是我說的 如果方程式的數目比位置數少 你這一題 其實是解不出X跟Y的 那周長怎麼求得到呢 通常這個題目是設計過的 你看他的周長是多少 X加3 加Y-2加5 所以他的周長是 X加Y加6 那我們在這裡算 X加Y加1是16 換句話說 X加Y是15 所以其實 雖然解不出 X跟Y各自是多少 可是周長我還是打得出來 因為我抓到了 X跟Y有一個關係 他們合起來是15 剛好可以用 X加Y是15 所以這個東西是21 所以有的時候 題目會這樣 就是說你解不出X跟Y的 那剛好他問的那個東西 也不需要真的都把XY解出來 你解到某一個情形 你找到一個XY的關係 帶進來就會是答案 這種題目算是比較難的 這種題目算比較難 但是要知道 那這個老師跟家長 就是可以跟學生說 有的時候你是解不出X跟Y的 再來看一下上次的作業 我們來看這兩個應用問題 上面這個應用問題呢 我們在議員一次就介紹過類似的 就是分配的問題 糖果分同學 每個人拿三顆多四顆 如果同學有X人的話 社同學有X人 我位置太小就不行了 那這樣三個X加四 這是什麼 這是糖果對不對 可是這是什麼 一桶糖果 所以一桶糖果是Y 如果每人連小明自己 每人拿15個還多5個 那這是什麼 這是把剩下四桶也拿來分了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Y喔 要注意 也不是四桶是Y 不是喔 是5Y 就是說這個 學生 同學 同學 有X人 一桶糖果有 因為這一題這個射 要射的正確 所以還是寫一下 Y個 所以我們在射的時候呢 因為你上面這個是 只有拿一桶分嘛 下面這一個動作是拿了五桶 全部拿出來分 也不是四桶 也不是只有一個一桶 所以你必須寫這個 5Y等於這個 兩個節點0 對嗎 後面又不解 再來這一題 這一題呢 是這個讓 大家看一下 包括老師跟家長 你們最好是 補充一個這樣子的題目 不一定要問你們這一題 什麼題目呢 我在題目裡面 我說這個小明要組裝XY兩種機器人 X機器人發條數目 螺絲數目是發條三倍 後來他為了組裝Y機器人 把X型的拆掉 他的發條數目 發現他的螺絲數目 比發條多26個 很多小朋友 因為懶得寫色 又寫了很多題目 他後來很習慣 一直在解XY 解XY 解XY 所以他在這種題目裡面 他就會有一種困擾 就是 那X到底是什麼 那我說老師或這個家長 補充一個這樣的題目給學生 就是補充一個 在題目裡面就把X跟Y 拿來當成是某種東西的名詞 的題目給學生 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就會發現 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你就會發現呢 就是 他其實沒有辦法設X 因為X被用掉了 你要很明確的想出來 我們在這個 一元一次那個單元講 寫英文問題的第一件動作 就是要去想搞清楚 不知道些什麼 所以其實 解二元一次的英文問題也一樣 你不是說就是在解XY 連力求解而已 你要先想清楚 不知道的是什麼 在這題裡面 不知道的其實是螺絲的數目 和發條的數目 對不對 所以如果螺絲數目是A 發條數目是B A其實是3B 他為了要組裝Y 把一台X全拆掉 發現他的螺絲數目比發條 多26個 所以這題X跟Y 根本不重要 他只是名字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A等於B 加26 解連力 解連力的話 A是39 B是13 可以嗎 那就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OK 操體目操體目 操體目 操體目操體目 操體目 那我們現在到這裡 可以嗎 完全沒有